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续的第26单元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字部的部分 人字部的部分 那人字部部分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来说明 第一个它上头的部分 它人字头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偏旁 人字偏旁的部分 那如果现在以人字上头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撇纳的姿态来讲会比较不一样 撇纳会比较重心下压 细 那这边直接出去 触风出去 那出去以后直接顺势转过来 从这边带 那纳笔部分会有点破折 先往上再往下 再推出去 会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呈现 那出来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在撇纳的高低来讲 撇会略低 那纳笔会高 那都会过半 会经过整体的半数以上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撇纳的部分来讲 会比较纤细一点点 那它两种姿态 一种是 从粗的 然后慢慢变细 直接触风出去 那另外一个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它另外一个姿态是 它会有点收风 粗的过来 慢慢变细 顿笔 接回挑 这边是一个 我把它放大 它是一个挑笔的动作 往上挑 带到上一个笔画 下一个笔画过去 一个是 直接让它触风出去 另外一个是用钝的方式 那这个是 由粗的慢慢变细 由粗慢慢变细 触风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种呢 它会变成说 它是比较有点粗细的变化 会有粗细粗 上 下来要粗一点点 那下来开始变细 再出去前 粗风前 再再变粗一点点 粗的 细的 粗的 然后再做粗风 这两种状况 那那笔来讲的话 都是一样的一个姿态 都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飘 它有这样的先 先一个平移的动作 再下来 再往右侧推 那这边 我们可以让它做顿收 那带到下一个笔画 我们也可以让它直接就粗风出去 那这个粗风是很歇尾的粗风而已 是很歇尾的粗风 并没有很锐利 像智庸 像智庸啊 或者说欧阳群 就这样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尖头 一个出去 那这边是一个波折的概念 是一个波折的概念 这是在人质头的部分 那如果说它是偏旁 它是人质边 那人质边 我们把它细分成两个情形 第一个是说右侧的结构比较少 右侧结构可能只有两三块 那这时候它左边的人质的一个树笔来讲 就会把它在撇根树的部分 就会把它写得比较浑厚 那树的部分会把它写得比较短 比方说这样子带 这边短短的 而且比较浑厚 那这边置一个树笔 一个树点下来 上提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下来只做一个扭笔而已 下来 停住 往上回挑 上去就可以了 直接行笔 下笔就可以 不用去做顿笔 停笔的动作 那这是如果右侧结构比较 比划比较多一点的 那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万一说 它右边的结构比较多 比划比较多 那我们相对的在左边的结构上面来讲 就会把它写得比较纤细一点点 好 假如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情形 撇 好 下来 那这边细 停住 压 往回挑笔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就会比较细长一些 那这边长度也可能会 有可能会把它拉长 那可重可柔 可重可弱 可柔都可以 那这个角度 这个撇比来讲的话 有几个状况 一个是斜度比较大一点的 斜度比较大一点的 可能拉到45度的一个情形 那一个可能是拉到比较大约30度左右 好 角度有所差别 这边的角度落差会比较大 好 角度会不一样 那这束笔的部分 它会出现 再长束的部分 它会出现两种状况 另一个是说 它是往外 相背 铁笔 铁笔这样过来以后 铁笔这样过来以后 好 这边是有点相背的一个概念 这里是有点相背 那这里还是几乎是笔直的 那另外这种是相向 好 一样 那这里 一样 往回收 这里变成一个相向的弧度 好 一种是相背 一个是相向 那在束笔的部分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姿态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后面的 下 这里下来 落 出去 出去完后 直接转上来 到这里 那这里这样子过来 再转收完 推 再拉回 拉回再带这里 中心抖下来 一半 那过来 再带第二笔画 有点飘一点点 收一点点后 起来 直接带下来 微微斜写的进来 微微斜写进来 这里可以勾 这里可以微微往上挑一下 没关系 那这地方来讲 挑的位置 刚好会在中心的正下方 那会在中心的正下方 要把握到一丢 它的中心处 那高低 它是一个斜面上去 一个斜面上去 一个斜面上去 那第一个 包含的含 这个结构上 欧阳群也是这么去写 好 接一个盾笔 下去 它是侧笔罗 侧笔罗 再拉下来 出去 然后一样带过来 推 拉回 那这边 盾笔上去 带过来 点 带过来 撇 短撇 好带过来 晃一下 下来 好 起来后 再接盾笔上去 跟它起一扁就好了 直接做一个斜转软 收一下 直接在关笔 就可以了 然后 轴心线到里 好 好 轴心线把它抓好 左右对应 对上呼应的部分 好 再来画 右侧结构 右侧结构不多 刚刚讲的右侧结构不多 状况下 它的竖笔 左边的字的竖笔 会比较短 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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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一点点 再带下来 有点 直接带下来 不做弧度 带下来 直接带上来 直接由上和下 压一下就好了 再上笔 原地上笔 滑盆 做什么看过 压下来 上笔 转一下 转一下笔 再带 带进来 好 再从这边拉过来 下来 捧一下 重一点点 然后慢慢的 往上抽 就好 这地方不要忽然间拉起来 它是顿住以后 慢慢的往上抽 这个地方 就可以去做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快 借保慢一点 那 再来 先 压 右边就只有三画 三画四画而已 所以它要拿起的比较 短一点点 压 直接拉长出去 尾巴再带一下 这边压下来 挺住 上笔 就好了 上笔 再来的话 有很多写法 有些是中心写出来 再写左右 有些是由左至右 都有 那我还是习惯戴到正中央 切笔 转一下 转风软 挺住 提起来后 直接往左带 往右 推 拉回 再推出来 再压 然后这边再起来 再带 挺住 拉过 就好了 这地方它是带过来 推 起来 原路起来后再从中间推出来 好 并不 你如果说能够写得顺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拉出来 好 这样过来 停 起来 这边再带也OK 停 起来 再带出来 这边 这边有点带笔的味道 有点带笔的味道 有点带笔的味道 像你把它写断掉了也OK 我这样过来 好 这样子带过来 也OK 好 那这个路径不要忘记了 好 椅的部分 右边笔画多了 所以它又写得比较长一点点 比较细长 好 提再带出来 出去 那边动一下 快笔一软 刹车 提 那提起来 再带到这边 点 拉高 好 在储碎凉来讲的话 上头两点的话 点跟撇 它的高度落差 会比较大 好 会比较大一点 上去 这里再带下来 好 过来 带过来 这里是这样写 还是这样写 好 这次平撇 它已经把它变成横笔了 所以这边再带过来 平住 上去 果掘带下来 拉钩以后 直接中心 先插钩 再再插过来 顺势 再带过来 停住 压下去 直接提起来 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它做得很扎实 它是直接下来 停住 扭转上去 慢慢的让它挑起来 就可以了 好的 你往上挑的部分 如果这样 要往上压 是有点 往右上角 塞 推一下扭 因为你如果说原地这样子扭的话 它这边两边都会膨胀起来 那我如果说这样带过来 我是往上面去提的话 这里会平的 膨胀是这边膨胀 好 这边可以扎里 好 拉起来 然后直接带过来 跟它的高度差不多 带下来 再带回来 点 拉进来就可以了 好 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字 佛的部分 来按笔 直接拉 起来 按 好 下来 拉提 人地里有笔就好了 笔变形了 稍微转一下笔 上去 直接拉下来 停一下 再带 空间聊好得好 好 现在过来 停 到这边结束 过了它以后 再做转折 它的下方 再做勾 往十一点钟方向拉 拉带上来 带到它的位置 以后往上提 再按笔 转换一下 然后再拉下来 停 快靠近它的时候 再做一个小转换 拉出去 再拉回来 撤 转一下 带下来 停住 往右边带 再收 这边 这两个竖笔 它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 有点这样的味道 上头 比较明显 中间几乎是直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表现出来 那编码做的那么明显 就一个代笔的动作 起来 停 拉下来 拐出去 拉回来 拐出去 这样就好了 OK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不停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这边 对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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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